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 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如何指控一个拥有极大权力的加害者 最近在整个犯罪过程中 加害人受到了多少正式及非正式的保护 以至于被害人的所有证据 到最后都没有被采用呢 为什么当一个女生被强暴的新闻曝光后 事实上总在问 受害者为什么无法保护好自己 为什么无法避免自己被强暴呢 伊藤师智用她自己被害者的身份 试图去了解整个黑箱体制 但终究还是无法一窥就近 我会简短说明伊藤的成长过程 将重点放在案发经过 及事后处理 她的故事就从她小时候开始说起 伊藤师智在家中排行老大 底下有一个弟弟跟妹妹 她从小立志要当个记者 所以向往着纽约这个大城市 展开她的学习资旅 但以美国的学费太过昂贵 所以先选择了德国 在德国 念初几乎不需要负担学费 她计划将学分在德国修完之后 做好学分转移 带到纽约申请入学 读大学时 为了昂贵的学费 伊藤在一家酒吧打工 这也是她第一次遇到山口进知 当时的山口 是东京广播公司在华盛顿的分局长 山口当时听说伊藤的梦想 是当一面记者时 曾跟她说过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帮你介绍纽约分局的工作 在快接近毕业时 伊藤像一般大学生一样 寻找着各种实习的机会 这其中的管道 也包括山口 山口跟她说 目前我这边没有开缺 但我知道日本电视台一直有在征人 要不要我介绍纽约的分局长跟你认识 就这样 在事发之前 伊藤跟山口就见过这两次面 而且都不是单独 毕业后 伊藤回到日本的路透社实习 但有想到山口曾跟她说过 可以帮她介绍在纽约分局的实习机会 于是再一次联络山口 资料交付完毕后 山口约了伊藤出门谈工作签证的事 而这真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山口与伊藤 约定好要去一间寿司店吃东西 他们点了一瓶日本酒 及一些下酒菜 这当中 完全没有谈到有关签证的事 就当伊藤上完厕所回来后 喝了一口酒 觉得全身不舒服 于是来到了厕所 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等伊藤下一次醒来时 正全身赤裸躺在山口的床上 而这时 山口正躺在她身上 恐惧及愤怒充满了伊藤的脑泪 她以上厕所为借口 才让山口将身体移开 而在这时 映住她眼里的是一个 没有戴保险套的孙子器官 山口对伊藤说 我真的喜欢上你了 想早点带你回华盛顿 你合格咯 伊藤回答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要对一个将来危及工作人做这种事 又没有避孕 要是怀孕怎么办 染病怎么办 伊藤回到房间内 将散落在各处的衣服收拾起来 就是找不到内裤 后来上口说 至少内裤留给我当纪念吧 听到这句话时 伊藤全身无力倒坐在地上 我自己在念这句口白的时候 都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恶心 逃出饭店后 伊藤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冲了个澡 欲伤及出血散布在身体各处 胸部甚至通到无法忍受淋浴的水柱 在强暴发生时 冲回家马上冲起身体是bad的直接反应 因为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人告诉我们 被强奸后 我们能做什么 我可以想象 事发后的当事人 想冲回家把身体跟衣物洗过一次的冲动 但这样的动作也就将最重要的证据弄丢了 在事发后的隔一天 伊藤前往妇产科拿避孕药 帮他看诊的是一个四十几岁的领医生 医生盯着一幕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什么时候失败的 要是医生能再多一点关心 多观察病人 多问一句 怎么了 会不会就能改变某些事情了 从这医生的反应 我们可以想见这社会对强奸事件发生后 应对措施的无知 为什么去拿紧急避孕药 就一定是因为避孕失败呢 为什么医生不能对那些 来拿紧急避孕药的病患 给予时事上的关切 这是未来社会上所需要做的改变 司法几天后 伊藤在朋友的劝说下 决定去警察局报案 在报案前 有个疑问一直存在于伊藤的心中 我不明白 对于一个权力中心的人物提出准强奸的诉讼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疑问 到最后变成真的 在报案后 检查听完伊藤的供词 回答 这很常见哦 不好办 没有经济或第二类的采样 很难办哦 侦办此案的检察官 甚至问了伊藤 你能知道你是几点几分恢复意识的吗 请仔细想想 我他妈都被下药迷奸了 谁要办法醒来马上记得时间啊 这里可以看出日本警方对强暴受爱者的消极态度 伊藤在事后去翻找了约会强奸药的效果 恰恰与自己的状况相同 于是他判定自己是被下药而导致失去意识的 什么是约会强暴药呢 最常听到的约会强暴药就是FM2 你能在药局以不到200块的价钱买到它 它真正里面只是一种强效的安眠药剂 这种药物本身无色无味 所以能被毫无察觉的喝入 最常见的药效 就是被下药的人失去意识 这个片段可以长达2到8小时 这期间被下药的人可以正常硬打 只是会有呕吐或亢奋等副作用 伊藤在事后与搜查官及检察官还原现场状况时 是在检察署的顶楼 一个类似柔道馆的地方 伊藤为在场协助人员 模拟当初的情境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问到同一个问题 你是处女吗 这个问题究竟与案件有什么关联 这个未解之谜 伊藤到现在仍然不懂 而每一次这个问题被提出时 伊藤就有如在被强暴一次那样受到屈辱 在日本 女性警察占警察职务的百分比不到10% 高层远景的职务则是更低 要在这么多男人围绕的情况下 回答这个问题 我能想见他有多么恶心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日本被封为先进国家中 男性主义最重的国家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双新家庭 但也是在都市才会存在 而在偏向地区 女人不能走在男人面前 会议面谈时 会要求男性主管出面 知识状况等等依然存在 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高度重男轻女的国家 在伊藤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终于让检察官发出了逮捕令 要在山口回日本的时候 在机场逮捕他 却在最后一刻取消了逮捕令 原因是因为 警政署高层取消了这次行动 因为社会地位告人 居住地固定 所以没必要这么急地逮捕他 矛盾的点是 既然已经下达了逮捕令 为何要取消逮捕 为何检察官决定好的行动 能被负责搜查的警察撤回 随着取消逮捕行动的同时 负责是案件的警察及警察官 也相继被换掉 伊藤心中感慨 难道一个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类 想让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抗衡都不被允许 不出所料 伤口最后虽然犯罪嫌疑重重 还是以不起诉结案 在柏林的街道上 伊藤颜面痛哭 无人为力 事到如今 伊藤已经对现行法律及办案人 持续信心 但他心中知道 瞠目无法带来平静 这场借由本身记者的专业 举办一场记者会 向媒体宣布这社会中的信心事件 并用自己为被害人的身份 来说出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 在记者会消息发布出去后 各家媒体收到一封来自政府的信 信中提到此次的记者会 内容性质不好 请各家媒体不要接触比较好 连媒体都不禁感慨 唉 为何日本政府要干预这么多事情呢 难道就因为内容 抨击到目前的司法体制吗 伊藤在出席记者会之前 身旁有人曾提醒他去穿正式服装 并将纽扩扣到造署第二颗 但伊藤拒许这样的穿着 他认为 无论这个人穿什么或不穿什么 他都不该遭受到谴责 也不能把这当作他被强暴的理由 记者会结束后 伊藤收到许多信 信中提到他们也曾被性侵 但因为各种原因而选择沉默 伊藤此时更加明白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社会更重视 信心安安见的受害者 为什么选择沉默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准强奸罪非常难定罪 要定强奸罪 需要问两个问题 一 是否发生性行为 二 双方是否同意 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二项 双方是否同意 强奸犯案通常发生在密室 只要一方说 是他自己也同意的 另一方就很难让法官相信他自己是不同意的 更简单的说 法律就是走一套 你没有拒绝 就是同意 但伊藤希望法律是走 我说同意才代表同意 only yes means yes 根据统计 在被强制进行性行为时 有70%的受害者会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也就是动物在遇到危险时 装死的本能 在这种状态下的当事人 会无法控制手脚 所以现行的法律就是希望 在这种状态下的被害人 还可以勇敢拒绝吗 更别说像伊藤一样是被吓到的情况 所以到头来 要怎么证明双方是否同意 还是司法体制中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被害人没有遭受残忍的殴打 神秘的威胁下 任何的性行为都可以称为双方同意呢 在亚洲电视台曾做过一份调查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认为同意发生性行为 两人单独用餐 11% 两人单独喝酒 27% 两人单独搭车 25% 我想问 这样的标准会不会太随便呢 那我以后怎么敢约女生出来吃饭 女生要怎么跟我去餐酒馆喝点小酒 难听一点的说 这样的法律制度 就是没有法律 有天伊藤得知东京邪真美术馆 举办世界新闻摄影展 于是前往那里 摄影讲人第一名为摄影师 Mary Carver 而她的作品 最后促使了伊藤将自己的事情 攻读于是的动力 这位摄影师的作品来自国外发生了 军队星星事件 当事人名为 凯利古德温 她把自己遭到强健的事情向掌光城堡 结果反倒遭到开除 她爸爸以为是女儿休假回家 谁知道 五天后 Carrie在家中喝酒自杀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的父亲 直到军队将Carrie的个人用品寄回家后 看到她的日记 她才明白 为何女孩会走上这条绝路 日记中她写道 我想告诉我父亲这件事 但就是说不出口 尽管2012年军中发生两万六千起信心事件 仅七分之一的受害者将攻击行为上报 上报案件中仅十分之一上的疗法庭 到底有多少人 在自己的内心被击溃之后 仍然被迫活着呢 在日本2010年的报告中 给的数字是35.4% 因为性犯罪的加害人很难被定罪 所以就连政府帮被害人找的律师 也偏向以和解的方法来处理 其中竟然包含以销毁犯案过程的影片 为筹码的方法与对方和解 真是恶心 尽管被害人突破重重难关 将嫌疑人送上法庭后 还要面临一个社会上恶心的团体 在许多国家中 都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会在有性犯罪有关的开庭日当天早上 就去法院排队 被害者就必须在一大群陌生人面前 及加害者面前 讲述他自己是如何被强暴 及任何性犯罪的过程 这种现象真的让我质疑 国家司法制度 到底有没有考虑被害者的心情 在瑞典 女性从事警务职务的比例高达30%以上 你想象你是一名女性被害者 你需要在一大群男生中间 谈论自己如何被强暴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瑞典的斯德格尔摩南区 综合医院的强健急诊中心 里面有个入口 24小时提供服务 在就诊时 不许接触任何人 就能直接到柜台 并提供10天的时间 采集被性侵的证据 被采集下来的证据 会保留6个月 被害者可以在院内接受治疗 再考虑是否向警方报案 各国应该效仿瑞典的做法 让强暴案的受害者 不再只是被动方 政府能协助他们 最重要的是 让他们知道社会上 对于性侵害的受害者 是保持积极帮助的心态 若是你遭错到像失智一样的遭遇 有勇气站出来吗 我想 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毅力 何况对方是一个 具有极大权力的在位者 流行女歌手 Lady Gaga 一首单曲Swine的发行 才敢告诉全世界 她在19岁时 曾被强暴 凯莉古德温性侵案的加害者 曾在两年前做过同样的事 那时 双手连法庭都不用上 就解决了问题 她的父亲感慨 若那时候法律对她实施制裁 会不会她的女儿 现在还活着 就像世事所说的一样 沉默是对犯罪者的容忍 我们若希望我们的孩子或家人 在往后遭受到不公平对待时 这社会能重视被害者的立场 能保护受害者 我们在面对这种 名字打不赢的战斗时 我们仍然需要挺身而进 亚洲地区近年来也推广MeToo运动 纵管所有上得了 新闻版面的清新事件 大多卡在侦办中 迟迟无法定案 而这些涉案人中 包含了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MeToo运动就是要 这些被害人们站出来 为自己发声 也为了下一代 能够更安全的生活及工作 这社会需要勇敢的人 而你也可以是那位勇敢的人 凯莉古德温的父亲 曾对伊婷说过一句话 你把自己的精力 共注意事的举动 需要莫大的勇气 纵如你现在对抗的那样 我们拥有这种力量 我想 在前方等着我们的路途 绝对不会平坦顺遂 但请绝对不要放弃 我是Vincent 我支持MeToo运动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及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赞及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我的频道会每个礼拜更新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